龙珠超,梅尔斯不能对摩罗使用天使之力,维斯却可以逆转三军中。 龙珠超中,天使一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那就是不能出手。 也就是说,天使一族是一个保持中立的种族,一旦有谁打破了这个中立,就会自动被宇宙的意识杀死。 对此,在龙珠超第二部中,看到第十三位天使成员的登场,他就是梅尔斯。 和维斯这些天使不同,梅尔斯只是一个间隙天使,以至于身边没有破坏神,自身也只是一个宇宙巡警成员。 但是,梅尔斯毕竟也是间隙天使,实力即便不如维斯强大,但肯定比破坏神强大。 要是梅尔斯是用天使之力对抗摩罗的话,绝对会死。 但是,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,那就是维斯曾打破了中立的局面,帮助孙悟空度过危机。 那就是弗丽萨变成黄金弗丽萨来到地球复仇的时候,当时的弗丽萨不是孙悟空,被吉他车轮战的对手。 迫不得已,弗丽萨最终选择把地球灭了。 但是,维斯却出手逆转了三分钟时间。 让孙悟空等人回到了弗丽萨没有灭地球之前,趁机将弗丽萨杀死。 从维斯的行为明显可以看出,维斯这是在变淡孙悟空。 当初弗丽萨明明问过比鲁斯,是否会干预自己的复仇。 比鲁斯也说了,甚至不能随便干预外界的事情。 但是,到了关键时刻,却是维斯出手了。 如果维斯没有出手的话,地球和北极塔这些人绝对会死。 因为弗丽萨是冰冻恶魔族,即便地球爆炸了,弗丽萨也不会死。 要知道,在纳美克星时期,弗丽萨已经被超赛的孙悟空虐到没有任何力气了。 如果不是孙悟空临走之前给了弗丽萨一些气,弗丽萨已经死了。 但是,平纳孙悟空给的一点点在,弗丽萨即便面对纳美克星的爆炸依然没有死。 更何况,龙珠朝中的弗丽萨已经可以变成黄金弗丽萨了。 即便被孙悟空消耗了,又被弗丽萨虐了一顿,依然可以在地球爆炸的冲击下存活下来。 反倒是被吉他办不到。 所以说,弗丽萨的这次复仇行动,要是没有维斯的干扰,已经,算是胜利了。 因为没有维斯的话,孙悟空这些人也不可能存活下来。 弗丽萨就是一波带走了所有的人。 但是,维斯出手干预后,我们却发现,维斯并没有像大神官所说的一样被规则杀死。 可梅尔斯都还没有对摩罗动手,只是教孙悟空修炼而已,就被带走了。 可见,梅尔斯的见习天使身份,和维斯这种已经是老牌天使来说,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 对于维斯所做的事情,大神官也知道,甚至还指导维斯这样做是为了地球上的美食。 可大神官依然是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地默许了维斯的行为。 说明所谓的规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打破。 中立的立场还是可以稍微地偏向另一方。 这也是为什么梅尔斯被称为问题儿童的原因。 作为果于张扬了,不知道掩藏动机。 因为规则其实是一道意识,是可以欺骗。 要不然,维斯当初应该死了才对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 。